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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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手的方式 就是将心从复杂的情节抽离出来 所以能够摆脱 对于世间的忧虑 担心 即可感 学习让心能够在正在呼吸的身体之中 正在安适的身体之中 得到知足 提醒自己 深度的放松 是为了要有更灵敏的觉知 深度的放松 所以我们能够对于身体心理正在发生的动作 更凝锐的觉察 呼吸的方式 它是伴随着觉知的 它是滋润着全身的 它是正在具体的引领着 我们的身心进入 更安详 更从容 不管对于你自己的静坐的功夫 有没有信心 重点都是在于你 眼前具体 能够做的这一小小的部分 扎实地落脚在触感之中 以触感作为你的引导 带领着你自己的身体进入 更放松 行 行动的行 它其中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意思 就是 经验之流 什么叫经验之流呢 它就是 一连串的动作 所编织而成的世界 然后在这个世界之中 我们 常常是钻进 故事的情节 变成了这些故事里面的 暗女主角 现在这样 心安静下来 好好的思考 好好的观察 我们整个的 生命 它的本质 它就是这样子 要从主 这里 跑到那里 要从这个起点 达到哪一个终点 然后那一个终点 一旦达到了 马上又有下一个终点 在这整个过程之中 习惯性 它会牵动着 其他的习惯性 贪欲 会强化其他的贪欲 当我们这样子的 钻入经验之流 当我们乐此不疲的 以架构自我 追逐欲乐 将这个状态 在活动着 当我们认定 这个就是我们的 生存的全部 这个就是我们的自我 它这个里面是 没有稳固的安全可言 习惯性 你认为你自己的心 它就像是暴流一样的 带到不可知的远处 让我们就被这个经验之流 绑架着 在这个经验之流之中 随着它 出生于天堂 出生于地狱 无数的生命之中 在乎着不同的东西 迷恋着不同的东西 担忧着不同的东西 因为这个经验之流 感觉就像是我的心 那就是我 整个的结构 都是由动作 制造出来的 做了什么 可以获得什么 去攫取什么 去捕获什么 去囤积什么 去建立什么 去依赖什么 要到那里去 要变成那个 整个的生命 就是这样子而已 都没有修行 决定在睡梦之中 下意识 都还在挣扎着 要到下一个地方去 要达到下一个目标 如果能的话 不断地将觉知 带回到 能够感受到的经验之流 它可以是 身体上的某一个层次 心理上的某一个层次 像瀑布一样的念头 瀑布一样的某一个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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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身体肌肉里面 神经系统里面可以感觉到的 冲动感 要到哪里去的 那个冲动感 就连坐在这里 都可以隐约地感觉得到 那个心 还要接着 要去哪里 迫不及待 要达到下一个目标 下一个目标的达到 它只是另外一个目标的开始 不管你 钻进 这个经验之流 它的哪一种状态 它的哪一种境界 它都是正在流逝中 正在辨知中 正在潜流中 因为饥渴感 所以看不到 这里面没有安全 那个心 那是忙碌的 投射 到未来 那个心 它只是被它欲望的目标 盘踞着 它没有能力反观 看到眼前 这种 盘附在动作里面 被动作 被这个经验之流 绑架着 没有安全 的状态 回想起过去做的无数的傻事 无数的糊涂事 那真的是我在做决定 习惯性 糊里糊涂的牵引着 其他的习惯性 被环境的熏燃 内在 喜气的强化 不断的 在找寻着 新的 刺激的 新颖的 目标 寻找着 那个滋味 过去 这个幸运 曾经带我们 无数次的进入到 各式各样不同种的 世界 不同种的 近况 不同种的 喜乐 不同种的 在乎的 目标 如果 我们不看清楚 如果心 的这个 可爱 对于这个 经验之流 它的依恋 它没有要 钻进去的 冲动 你不把它拔除 那么你的未来 就要继续的 情不自禁 钻进 经验之流 不管是 在这个过程里 获得的任何一种 快乐 它都是 正在 流逝中 它都只是一个过程 就要经验 没有 直径的 重复的 死亡 有智慧的人 看到 这个经验之流 这个行 它的不可 确定性 它的危险性 像是火坑一样 你以为 你在长远的未来 可以稳定的 一直做善人 一直做善事 一直被福报 保护 但在这个经验 滞留之中 没有一个稳定的 囤积 没有一种 稳定的一个架构 没有一个永远的 意识形态 价值观 连记忆 都是不可靠 你的世界观 是不可靠 你的个性 是不可靠 你做善事的 惯性 是不可靠 你那个能够 不断地做出 正确的 判断 那是不可靠 有智慧的人 就要看透 经验之流 这个珠形 这里面没有 一丝一毫 没有任何一个 细小的角落 是值得自己 对它产生幻觉 对它产生幻觉 所以里面是 无止境的 要耗力气 无止境的活动 做完了一个功课 它的结局 不是休息 而是新的功课 开始 整个的经验之流 它就是动作 在用力 在抓 在追 在投射出去 还紧紧地保留着 不肯放开来 转进去 扛起来 努力地储蓄 努力地收集 努力地膨胀 整个的三千大千世界 每一种的活动的状态 每一种的轮回的模式 都脱离不开 这样子的法则 它都是注定 是这样的本质 在寻找 真实快乐 更安全的人 帮助自己的心 不要寄托在 这个经验之流之中 它不甘愿 不断地被死神 所吞 吞没 在时间的洪流里面流浪 要寻找 庆祝 经验之流 以外的 自由 解脱 彻底地按鞋 彻底地休息 不需要透过任何的动作 来换来 任何的结果 不管你 当下的修行的境界 知不知道什么叫涅槃 都没有关系 你就算不知道涅槃 你可以做到的就是 清注于涅槃 清就是人字旁 倾向的清 注 专注力地做 觉得心 它对 诸行 以外的自由 有向往性 要记住 它这里面的关键 在于 只要你还继续对这个经验之流 有着渴望 有着喜叹 有着爱 你就会冲动 情不自禁地 一直转进 经验之流里面 以这个作为你的家 以那个里面的角色 当作是自我 如果眼前 观察着 正在呼吸的身体 是你的主轴 那就看到 什么叫做 经验之流 如果 你的眼前 是以心念注 作为你的主轴 去看到 什么叫经验之流 不管你的 传修的主轴 是什么 去看到 那个身心 它只要 来钻进 动作之中 以那个为乐 它就要继续地 因为动作 而操劳 而辛苦 而喜怒哀乐 而忧悲 恼苦 看清楚 动作的本身 看清楚 经验之流 那个动作 组织起来的世界 去看到 你的心 怎么样 乐此不疲 地 钻进去 以为 这个是 它唯一的 生存的 方式 对于经验之流 对于经验之流 不稳定 不稳定 深深 帮助他 帮助他 看清楚 帮助他 把对那个经验之流的美感 途径 那个憧憬 那个期盼心 祈求心 途径 我觉得很困难 不知道 不知道怎么样 下手 所以起码 你能够 留意到 眼前 正在 发生的 动作 他们在 变动 光是能够 觉知到这一点 就很了不起的 这里面就是有 很大的 功用的 感受着 经验 正在 流逝中 如果你继续 随波 逐流 以这个经验之流 以诸行 作用的家 那未来要把你 冲到何处 是无法 掌握 无法了知 不是真的 你在做决定 你在选择方向 专进了经验之流的心 它会爱上什么 它会迷恋什么 它会发展出什么 新的 习惯性 听头 无法预知 过去 无数的 生命里面 无数的 轮回 里面 那么多 那么多 做过的事情 现在我们的心 就是觉得 那是不可认同 怎么是我啊 怎么可能我曾经干过那样的傻事啊 同样的 如果你继续糊里糊涂的 被诸行绑架 就继续 做出 许许多多 让你现在的你 没有办法认识的 没有办法认同 那些事情 轮回于你现在 你有办法想象的 近况之中 这怎么是 可以安身 临臨的地方 怎么是一个安全的 所在 为了自己的 长夜的 平安 安全 怎么能够 新倾注于 更高的自由 怎么可以允许自己 继续的 这样子轮回 这样子流浪下去 心 艳离 背色 一切诸行 而得到的 不动摇的 不受到任何动作 牵制的 宁静 快乐 佛陀他曾经说过 这是宁静的 这是美妙的 这是一切活动的 止息 这是一切 囤积的 释放 这是 无造作的 不死亡的 境界 这是涅槃 一切 架构的 休息 一切 来 跟去 跟卡在中间 的 止息 这 确 这 小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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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欺辱点是什么 要懂得 灵活的引导着 自己 产生出艳离心 你要尝试 去撼动 对足形的那种 安逸感 那种美感 错误的 对它放任 培养艳离 培养礼欲 培养涅 一点一滴的 去把那个 弹根错节 心 它对于 足形的那个爱 那个抓 那个根钻进去 把它拔出来 把它松脱 把它撼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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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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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觉得 这样子的做法很困难的朋友们不要气馁 可以将自己的目标定在 增加对于诸行的警惕性 能多几分的警觉 这是在流逝的 这是在变动的 这是在冲往着 不可预知的未来 不可预知的近况 多一点点的警觉 就是多一点点的智慧 不断的 把禅修的技巧 化约成为 你眼前可以做得到的 眼前具体的下手处的 这样的一个技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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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